这是瑞士在德国世界杯赛中能够杀进十六强的功臣 竟然是在最终的点球大战中输给了乌克兰队 两年成为了球队的主力的左边前卫 来看看那个定位球 阿里塔的助跑 又找到直接上马 很漂亮 球进了 巴内塔在第十七分钟的定位球进球 帮助球队以一比零在课堂比赛中领先了 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不存在加实了 必须要在九十分钟内来分出胜负 因为罗马克森队取得了宝贵的课堂进球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防守线内人从中非常混乱 发生他的右脚打了一个低滚球 没有阅位 哇 似乎是有队员蹭了一下 但好像是汉堡队的队员 这个球由于是蹭到了巴巴雷茨的身上 巴巴雷茨是面露苦涩 因为汉堡队是他职业悬崖中辉煌期所在的球队 我们看到在场边的教练组跟板准队员们非常兴奋 因为这个1比0就意味着在总理队上 二比手拼强很激烈 尤其是罗马克森他们在前场丢队之后便展开了随机反抢 连续的高空球 下来之后能力抹分到了远端有机会 左脚是门 漂亮 球进了 终于 汉堡队在下面是比赛7分钟时 便取得了进球 下面是比赛登场的特勒肖斯基 打进了精彩一球 这样的话他们距离三个球的任务 还剩下两个 都是集中在了禁区内来做终点 而外围 特勒肖斯基的远射能力 被很多人所攻略了 这也是特勒肖斯基 在本赛季的第三历联盟赛进球 这样的话汉堡队又看到了晋级的希望 过来之后 我待到这次特勒肖斯坎 远射能力抵到 这次特勒肖斯坎 特勒肖斯坎 佗肖斯坎 罗克森 这边是再上盘球又进了 洛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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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再上盘球又进了 洛克森 也同时是这个赛季对汉堡的第二类进球 这个进球让现场的汉堡球迷鸦雀无声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场的长传球 从我们这个位置来看 杰卡斯是并不越位的 就是那么简单 这名前波红的最佳射手 在门前林敏的左脚推射 球弹右侧立柱而入 2比1 那么克森队是再次取得领先 这是杰卡斯跟在本赛季的第二类联盟杯的进球 这样的话汉堡队 他们还需要再进三个球 所以说只要有一次定位球的防守成功 那么克森队很可能会再造成进球 他们俩突破了对方的萨尔佩 右侧球起来到了中路 右侧上马恩超进了 要被搬回一球 这是格雷罗 2比2 这场比赛出现了大比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人球分过 强过对方速度极快的萨佩 右脚起球 中间调整一下之后 也起右脚出射 力量很大 而且是直窜四脚 这是格雷罗在本赛季赛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区内上门 格雷罗打进了个人赛本赛季欧洲联盟杯赛中的第三类进球 而且这个进球又点燃了汉堡队晋级的希望 看看格雷罗到了进区内 扣回来 再扣 用脚船 门前 漂亮 球又进了 3比2 汉堡队是终于把比分反超了 他们还需要再进一个球 将会完成大逆转 选择比赛79分钟 这是格雷罗 连续的盘带之后的一脚 横传球 这下是正面的 右脚起来 反正法刀在门前的右脚 脚弓推射 打进了精彩一球 也是反超比赛的一球 那么这样的话 再次是那么库森队还有一个特场的进球优势 只要汉堡队再进一个 他们将淘汰那么库森 那么库森队这边是要变了 关下吉塔斯 换上卡尔森 巴克尔 上一名防火球员 但是卡尔森 巴克尔能打中封 能打中尉 看一个他的位置 从换下这个吉塔斯的状况来看 应该是一次对位的换人 也就是说把那个卡尔森可能会打到这个前锋的那边 全场比赛结束 这样的话依靠着客场进球的优势 罗伯克森队昂首挺进八强 他们虽然说客场二比三数个汉堡 但由于有两个宝贵的客场进球 总比分是三比三 罗伯克森队是笑到最后 他们挺进了八强 好台了夺冠中的最大的一个竞争队手汉堡队 罗伯克森队应该又希望成为其八人猛烈队之后 第二大 联盟梅萨本赛季的夺冠热门球队